目前市场上最轻最薄的折叠机 哈喽大家我是Zing Gadget的JS 那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华为刚推出的这个外折叠机 华为Mate SS2 那主流的折叠机手机厂商选择的方案就是一个内折叠的设计 怎么说呢就是外面一颗屏幕 然后再搭配打开里面就是一颗屏幕这样子 那采用华为Mate SS2这一种外折叠的设计呢 其实华为之前就有推出过华为Mate SS啦 其实我好像在讲废话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它的上一代 然后这个是最新的一代 那为什么华为还要继续用回这个外折叠的设计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尝试来上手了解一下 在折叠的状态下呢 它是一个6.5寸的这个屏幕 19比9的这个比例 然后呢跟市面上主流的这个21比9的比例来说 它会稍微宽一点 那你这样子握起来呢 使用呢其实是蛮顺手的 就好像一般我们普通的手机没有什么区别 但当它展开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一个7.8寸的这个屏幕啦 然后它是一个8比7比1的这个比例 同样呢它采用了这个120Hz的这个高刷 然后屏幕size来说呢 它跟上一代来讲 上一代是8寸 这个是7.8寸 就会有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折痕的情况 那可以看到呢 上一代和这一代的那个分别呢 这一代是提升了许多了 就是折痕并没有那么明显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细节 那基本上呢 它的音量键还有电源键都集成在了这个机身的这个右侧 也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源键呢 它是集合了这个指纹识别的 然后来到后面呢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诶 这里有一个红色边的这个按钮 那你按一下 诶 它就打开了这个折叠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金属卡扣 然后你这里扣回去 那上面呢 就是相机模组啊等等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打开过后 其实呢 它是一个平整的一个状态 然后基本上厚度只集中在了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右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扬声器 底部也有一个扬声器 所以它是上下的这个立体扬声器 然后同时呢 这个充电口呢 也集合在了这个最后的位置 机身打开后的这个背盖呢 从上一代来看呢 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设计感 那你来到了这个新一代呢 你可以看到哇 瞬间呢 有没有高级很多 然后你可以看到哎 这个好像一个皮革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它并不是树皮版本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树皮 然后呢原来它是玻璃纤维 那为什么它这一次采用了这个玻璃纤维呢 是因为它也配合了这个机身的这个 钛合金 还有这个超轻康做的这个角链 来实现减重 也就是这一次华为Mate SS2的一大亮点 就是它比上一代整整清了50克 它的重量只有255g 跟主流的这个手机来说是222-240g来说呢 它已经是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接近的位置 也就是今天 之所以我之前会放弃掉华为Mate SS 然后选择用华为P50 Pro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太重了 而这一代 它竟然解决了一大痛点 也就是折叠机手机过重的这个问题 在成功减重之后呢 加上只有5mm左右的这个机身厚度 让华为Mate SS2成为了市场上 最轻最薄的折叠机 那这一个好处带给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你无论是在展开的情况底下 还是折叠的情况底下 你都可以长时间的握持手机 不会感到特别压力 那外折叠就有一个弊端了 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手机 如果是这样子折叠状态下呢 就会造成很多磨损啊 或者是很容易弄滑手机啊 所以华为这一次就随机附送了一个 手机保护套给大家了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机 保护套的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呢 其实你看到这里有个粘条 它就可以粘住这个手机 然后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示范套进去 OK它这样子就套好了 后面就可以得到了一个保护 然后我们尝试要打开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按钮 我们就按 我们这里要脱了 按了打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里呢你是要脱掉了 它是没有办法很牢固的靠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 唯一可以做到的目前能做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的吧 所以你要扣回去的时候呢你就这样子 然后把这里套回去 除了更轻更薄呢 华为Mate X2还增加了一个 前置107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支持视频通话和视频会议 而后置镜头的配置为5000万像素主色 光圈F1.8 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光圈F2.2 还有一个三倍长焦镜头 800万像素 光圈F2.4 支持光学防抖 取消了这个TOF辅助对焦镜头 那多任务手势呢 也有了一个新的提升 比如说你现在往左滑 它就是打开多任务 那你这时候呢 你可以最多打开三个应用 那另外一个呢 则是你往右滑 它就会缩小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任意调节 你想要把它放在什么位置 然后你同时打开另外一个应用 它也不会挡到 它会叠加在上面 那如果你想使用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移动 非常的方便 在这里我们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上一代的华为Mate XS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一个呢 屏幕的折叠呢 其实是没有很紧实的 那来到这一代呢 进行了一个新的提升 也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力道 而且那个回弹力道是很够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角链 是非常牢靠的 所以呢 大家在使用上面呢 应该可以更放心 华为Mate XS2的电池容量为 4600毫安时 支持66瓦 华为超级快充 那根据官方给予的数据呢 从0%充至90% 只需要半小时 在短时间的体验了这个华为Mate XS2呢 我感觉它跟我之前在使用华为P50 Pro是一致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是因为我感觉华为在做一些减法 还有更回归到用户的实际体验上面去进行改良和提升 那希望我们之后呢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去测评这一台华为Mate XS2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更完整的测评带给大家 希望我们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你们看现在我这里有三台Mate XS2 你以为有别的颜色对不对 你看啊黑色 这个也是黑色 然后这个也是黑色 其实还有一个白色的 但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白色 我觉得白色很好看 很可惜 很可惜 下次给我 下次安排一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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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